牧师第一次问我的大女儿说 Grace 那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怎样去面临当别人问你这些句话的时候 她当时的一个反应其实是让我非常非常地 我不知道她是这样子的回答 我当时在想你怎么回答呢 因为我都没有准备 但是她当时的回答就是说 她说我觉得对我的这个混合种族的这样子的背景 我很 proud 我为此很感到骄傲 因为我觉得我的家哪里都是家 我的祖母还有我的小姨 他们都在不同样的地方 所以哪里都是我的亲人 我觉得我很 proud of我自己 别的孩子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是我可以学到很多不同样文化的东西 然后她说但是无论如何 我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是在天国 是在神的家里面 这就是我永恒的身份 任何人不可能改变 所以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所以我很 我很有很大的信心去面对 但是呢我的女儿也是很勇敢的孩子 她尤其在这一次美国这样子的一个 ratio 里面 其实在一个 black matter 的时候 她已经就意识到了 她说妈妈你知不知道我们亚洲的孩子 很多孩子都在保持沉默的 都被歧视大家都好像在默认同时又无视这样子 她呢就说我们要做些什么 那她就其实在做了很多资料 所以她在她的学校里面 她也有了一个 一间 youth group这样子 是一个 club这样 她就有好多的亚洲 因为这个学校也有好多亚洲的孩子 也在参与这样的一个 club 所以当时我就 其实我真的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做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讲 我只能是放在祷告中 我说神正如果你放在她里面 让她做的一件事 那你就让她去做 但是我很感到感恩的就是 她知道她的用行和身份在哪里 她也知道她该怎样子从神那里得智慧 去每一天去做这些事情 她也敢于在神给她这样子的心心上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 从小就把它放在她的话语里面 让她每一天在神的话语里面 继续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力量 rang 呢 キon 这个体验 这是说 百志 龐行 就出现的是 怎么了 员